2023最新恐怖丧尸大剧 最后生还者迎来了更新 高度还原游戏的画面简直逆甜 那失灵奇境的惊悚感 更只让人肾上腺素飙升 只能说这绝对是今年必看的丧尸巨制 经过昨晚偷偷逃出隔离区后 艾莉美美地从一片满是绿荫的废泻房屋中醒来 可一转身 面对她的是严阵以待的二人 艾莉的轻微举动都能让雷哥紧张不已 二人严肃地让她再次把伤口露出来 并没有恶化 但经过20年的洗礼 雷哥现在根本不相信有什么超级免疫体 只想把她送回隔离区 但在泰斯不断劝说下 还是决定完成委托任务 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 一条是超级路穿过眼前的废弃大楼 但根据雷哥的经验里面极其危险 经过商讨后 简决定绕远路过去 路上景色优美 一直丧尸也看不到 艾莉好奇围墙外并没有大家所说的那么危险 可下一秒 她再也不敢大意 赶紧跟住二人的脚步 很快就进入到一栋废弃酒店 因为屋顶已经消失 此时大厅内蓄满了水 从没出过隔离区的艾莉顽心大气 又开始四处骨弄起来 原来失去早已干枯的骨架 而等几人爬到楼顶后 却发现这里跟上次来时已不一样 不知何时出路已被掉落的巨石堵住 而两边的门也都从外面锁死 泰斯只能从空隙中爬出去 在外面打开了房门 可他却带来了个坏消息 这条路不知何时已布满了丧尸 而外面的危险也就在此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 以前出新的经验只能当做经验 每次出来都要探索新的出路 他们只能走之前从未走过的一个博物馆 那博物馆内外蔓延出无数的真君 这就不得不替二十年前 逼此发现病毒的时候 而杨文就出自眼前这具女尸 她是被人撕咬到脚踝或变异 最终被军方击毙 更诡异的是 从她嘴中发现了一种 本不可能在人体上存活的虫草菌 而军方焦急地请这位真君徐教授来死的目的 就是因为此时的病毒已在外面扩散 他们希望教授尽快地研制出疫苗 可根据他一辈子的研究经验 这种真君根本没有解药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用炸弹将整座城市全部摧毁 而经过二十年的发展 真君病毒早已深埋在地下的各个角落 那些君丝像电线一样 有些甚至蔓延超过一公里 一旦在其中一个地方踩到虫草菌 就能唤醒很多附近的感染者 看着那满地干枯的真君 雷哥猜测里面的感染者应该已经全部死亡 随即几人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 果然如他所想 里面全是干枯衰败的感染者尸体 可又发现了一看就是刚死亡不久的人 这给几人的旅途带来一丝阴霾 雷哥让艾莉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接着继续向楼上走去 可祸不单行 这时本就破败的建筑开始颤抖起来 等几人走进顶楼最后一个房间时 外面的房顶再也坚持不住轰然倒塌 直接将来时的路彻底堵死 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两只听到动静的丧尸就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但他们却在附近四处乱转 原来这是已经变异的寻生者 他们只会用声音辨别位置 几人吓得不敢出声 可艾莉因为第一次见到 还是紧张的小声哼了吓 雷哥赶紧开枪 二人瞬间扭打起来 另一只马上也闻血了来 几人赶紧刺散逃跑 雷哥在逃跑途中直接开枪延缓寻生者的速度 然后一把推倒石像制造噪音 随即赶紧藏起来换子弹 然后悄悄走到艾莉身边 准备带她一起离开 可雷哥却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玻璃碎片 下一秒 雷哥开枪将其从身上击退 然后瞄准脑袋 终于将其干掉 可这时另一只也闻声赶来 关键时刻泰斯一斧子砍在其脑袋上 被破坏掉传感器官的他四处乱抓 雷哥赶紧趁机捡起步枪 两下爆头将其干掉 可不幸的是艾莉竟再次被咬伤 但他们不敢停下脚步 打开房顶的窗户爬出来 然后通过独木桥走到另一栋房顶 从这里看去 夕阳下的风景有种弹缺的美 可美丽中却隐藏着众多危险 途中雷哥不停盯着艾莉 生怕她突然发生一变 几人终于在太阳落山前赶到指定地点 可此时这里却静悄悄的 雷哥上前查看情况 发现门口盯烧的人员已满身是血的倒在地上 而新鲜的血迹一直延伸到楼内 看到这一幕的泰斯激动地拽着艾莉 就往楼内走去 直见据点内一片狼藉 火鹰的成员已全部倒地身亡 看情况应该是在与丧尸对抗下同归于尽 而马姐在走前并未告诉艾莉最终的目的地 泰斯听后神色暴躁起来 原来她在刚才的战斗中已被丧尸咬伤 但现在人类的希望就在眼前 直见艾莉的心伤口径再次渐渐愈合 这时一只丧尸突然准备爬起来 雷哥上去一箱将气干掉 却发现地下的真君正在赶之蔓延 附近的丧尸很快就被全部唤醒 听到这泰斯直接推倒油桶 铺满手榴弹 他准备电后拦住这些丧尸 并上前叮嘱雷哥 一定要把人类的希望保护好 他强忍悲痛拽着艾莉离开 没以后丧尸就撞开大门疯狂涌入 但却没人来找他麻烦 很明显是把他当成了同类 泰斯已毅然决然地用打火机点燃了这里 现在剩下的旅程 就只有这互相不信任的二人共同前行了